台湾大带记 你好 您好 我是张雨昕 要带您挖掘台湾秘星 在今天一开始我们来看看 在台南有一间 供奉白马将军的庙 而在盖庙的过程 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一间庙里面供奉着 郑成功的将领谢永长 在当年那个年代 1661年荷兰治台 郑成功登陆鹿尔门 他的这一帐死守鹿尔门 那么在战死之后 就草草埋在当地 后来当地民众 开始陆陆续续做一些梦 说有一个白马将军来托梦 希望能够帮他 还有其他战死的将士们 一起盖一间庙 后来就开始要完成这个心愿 而在盖庙过程当中 没有想到就在挖这些 千军万马遗骸的时候 怪事发生了 有一些人他们都共同看见了 穿着长逃马褂的老人 在那个地方帮他们扇风 这有多学 单枪匹马迎战曹操大军 拼死尧救出少主阿斗 他是赵云也是后世最熟悉的白马将军 但您知道吗 历史上骁勇善战的白马将军 不只有赵云 在台南有一间白马将军庙 出身谢府元帅 可是援救了千军万马 这故事得从民国53年说起 当时的台南女中 正在进行运动场扩建工程 居然发现上千名的古墓骑兵 前前后后挖了大概一千多具的骸骨 里面除了是人 还有是马匹的 有人就挖起山区 就建议说要把这些分种的一些骨遗骸 全部牵到一个地方 一块埋葬 来安慰他们的亡灵 金岛安枯 我有去看过 那里面真的放了很多的遗骸 而且那个骨头都非常完整 这是当时中华日报 刊登兵马遗骸出土的照片 所以也奇怪 从此地方居民开始做怪梦 难道是因为惊醒了 常年300年的古增事吗 他就是有天壮就是乘白 他穿白袍 所以说我们尊称白买将军 中山国中当时的校长 他就是在睡的时候 他要求已经在桌了嘛 他买有一个地方向拜拜嘛 中山國中那時候的校長是基督教徒 他不信這些 信這些他就怎麼創作 他晚上睡覺的時候門城市 只剩離門的外面 離門的旁邊 結果他睡覺 門城市去 踏在那個門 讓他不能出來 他相信 有度有偶 當時有位旅社老闆 也被白馬將軍託夢 希望建廟好好安奉這些兵馬遺骸 半信半疑的他 後來透過伏擊 才明白白馬將軍的用心良苦 洗完一直留一年 就是鄭成功的部隊 要來趕走荷蘭人 他們這支部隊就是 鄭成功的祭馬部隊 我們的主帥 瀉元帥 他是祭馬隊隊長 他們就是在鹿兒門登陸 他吸在荷蘭人的獨箭 就是左肩 獨箭射在左肩 他重箭身亡 原來白馬將軍叫做謝永常 在鎮河之戰光榮殉職 但他和一同戰死的弟兄們 當時被當作無主呼魂草草埋造 因此希望有安身之所 天然有些不可思議的伏擊紀錄 當年是由建築局的土木科長林奇山 也就是後來的台門市長所擔任 他也負責執行地方最後的決議 要幫白馬將軍蓋一座廟 但建廟的地點 會從當初發現骨骸的南區 特別拉到東區 據說也是白馬將軍的指示 透過白馬將軍的請託 當初跟他一同殉國的千軍萬馬 終於得到了安奉 但當時廟的規模 並沒有現在這麼大 傳說後來是林奇山 為了感謝白馬將軍而擴建 這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你到民國六十年代 就是林奇山洞山第一任的市長 他還沒洞山進行 他有來這裡給他丟完 可是如果讓他丟市長 廟還要再給他放大 所以說他丟了 丟了他就是做第一任的主任委員 這有禁錄 這個旁邊就是 所以從任主任共會結論 第一次管理委員會 他才是第一次管理委員會 有當時的市長林奇山擔任主委 廟的聲望可說是如日中天 還有富人廟的別稱 因為那時候就是前市長叫林奇山 他那時候就是有擔任過 就是這個廟的兩任主委 那因為市長當主委 那一定是很多那種 達官險要的這些市府官員 就會可能就是去那邊找他 或是說可能就是相對 就是比較常出入那個慶容廟 所以那時候地方就把它 形容為說這是一個富人廟 但叫人難以想像的是 風光一時的富人廟 卻在民國七里年代突然沒落 時間還長達近二十年 那時候我進來看到的時候 我是說 這個好端端一個廟 怎麼會一些神明都是這樣 所以一個大廟裡怎麼弄成這樣 都沒有人家來參拜 傳說原因居然和這一座 隱藏在廟後方的神秘墓室有關 那時候辣馬橋就是要來 台南市跟台南縣國選一個店 要做他們的庚基地 辣馬橋選到 有一條五千萬的金匪 他為了要證出那個金匪 所以說他後面夢 他又再給他犯 犯見一個日月五輪報他 當時的葉姓主委 將白馬將軍安眠的夢室 改建為密宗寶塔 這會影響廟運嗎 答案直到民國九十六年 白馬將軍再度降價才慢慢浮現 白馬將軍要打掉密宗寶塔 究竟有何玄機 台灣因為它是蓋落土 因為高雄那個葉姓主委員 為了要加進密宗 它把它拿起來 那時候它沒有蓋土 就是蓋這個塔 把它放在塔裡 整個地殘 它沒有蓋土 中國的道教講究是入土為安 如果沒有在土裡面安的話 日後在修行上就會比較不安心 這些神靈 就是他們原本的金身 假設沒有安住的話 那他們辦事會不安心 密宗的它的這個方式 是指寶塔的方式 這個寶塔 你雖然是看到跟離地幾尺高而已 但實際上它的那個威神力 可以直達天界 天界的神靈經過 都必須要停下來膜拜 這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 原來白馬將軍認為密宗寶塔封住了它的祭祀神力 才指示打毀 但動工之前得先在塔上貼符開洞 這又有什麼用意呢 當然因為那個密宗的這個咒語要先降靈 就是裡面的威神力要先把它降下來 才能夠讓裡面的這個神靈順利出來 所以貼了一個類似道教的這個符咒 這個寶塔就當時是在它的東北方 開一個165公分高寬70公分的這個洞 然後讓人可以進去 那其實在風水上 東北方就是叫做我們叫做鬼方 青門燉甲樹來講 從這個地方進去 會對要進去收拾這個局面的這個人 會比較不會有侵害 然後裡面的神靈也可以依序 然後順利的離開這個地方 不會被困在這裡 等到一切就緒 白馬將軍又下了一個指令 然後就要交代就是說 他那個骨頭要把它當處理 當監頭 那清洗過後就是讓他的濕氣可以退去 那那個污秽的東西可以先退去 讓他重新安置在這個地方 以全新的這個精神來這裡服務 庇佑這裡的森林 於是廟方遵照指示 重新整理那一千多具兵馬遺骸 就在這個時候 玄奇的事情發生了 那個骨頭是我帶的 我以前整身去看 因為那個後面那個望空睡 他放骨頭裡面 那是一個蜜蜂的 蜜蜂的空間 很熱烈 在帶骨頭的時候 有時候真正馬掛你知道嗎 馬掛給我眼風 我沒有看 因為我不會眼睛看 因為我怕 我會怕到 我也是會怕 對嗎 任何人都會怕 太無知無知 我們旁邊有一個 當買掛給我們眼風的 我們才有可能看 是誰在山峰 我們無從證明 但神奇的是 自從白馬將軍 重回道教的牧師安奉 這裡漸漸恢復往日香火 也讓後人一睹 一座廟 串起一段歷史的特別見證 三個朝代 出生最英雄是 明朝威 清朝粗 朝生是清朝的歌 結果我們是民國初年的人士 我們就是把它推理 就是說當當初是台南市的進步 就是說在那地方 那裡是不是 一天啊 還有一天的聖 還有提出跟說 三個朝代的人 骨頭子放在火 但是我們人 在那裡生天 因為我們都沒辦法印情 問題的人 他就是有宰教堂 就在講講 就在講事情了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他除了這個謝永常將軍以外 他還有一個是 一個是日本的大佐 然後這個大佐 因為那時候就是這樣記得 竟然是講的是日語 那一般基統的話 一般我們那時候怎麼不太懂 或他會講日語 講學情 講學情 駐紮在台灣的掃帚 他那時候是掃帚 日本 他哪有 那些人 找來到這裡找 這是都有紀錄的喔 這都有紀錄的喔 這新聞報索都有報索的喔 他是白白川公的下一代 藉由伏擊紀錄 妙方認為清朝的趙聖將軍 以及日本的吉遠小趙大佐 因為和白馬將軍 一樣有濟世理想 決定歸順 同享相夥 如此獨特的三代神明同堂 以為白馬將軍的傳奇再添一筆 再來看到白素珍跟許仙的愛情故事 深植人心 不過大家也很好奇 在這個世界上 真的有蛇精的存在嗎 我們來看到在台南後壁 就有這麼一個 關於蛇精的鄉野奇聞 這裡的紅蛇精沒有愛上人類 反而他打算要藉機 去搶佔神明的香果 村民說這一條紅蛇精 它是來自巴掌溪 而且他的膽子好大 竟然大盜假扮神明 慫恿全村的人去燒掉神像 只為了他要獨享香果 就算媽祖好言相卻 他還是理都不理 而最後讓這一條紅蛇精灰飛淹滅的 據說是岳府三元帥 他是如何來對付蛇精的呢 不 不可妄動 就是讓我眼睜睜地看著你去死啊 我不接力 牛哥 不能忍 這血叔是大哥給你下的最後一道軍令 這血叔就是大哥呀 大哥 悲壯的一聲大哥 古裝劇裡的英勇元帥牛高 是抗清名將岳飛最倚重的將領之一 打北門子的時候 你小子跑得比誰都快 打起自己人來 你倒有本事啊 兄弟們 跟我上啊 走 有情有意 骁勇善戰 在野史當中 牛高還曾活捉 敵方大將金物竹 戰鬥力十足 不過這麼一位英雄好漢 下場卻是被人投毒謀害 悲壯形象伸直人心 據說他死後成了神 特殊信仰還流傳到了台灣 神桌上供奉的神明就是牛高 信徒又稱他岳府三元帥 因為台南後壁這一間廟裡的主神 是大元帥岳飛 也包括與他征戰沙場的十位兄弟 一共十一元帥 雖然牛高只是陪伺 但這裡關於他顯靈的神跡 卻最廣為流傳 有一天有一個僑夫 剛才站在八江拿旁 要來掘車回家 聖火 聖火的時候 這隻紅蟑螂 正在釣桌裡面 讓他掘車回家 讓他掘車回家 他說你們正中的神明 都已經無神了 入聖魔 要來送神整天 這個時候 在這之前已經部署好了 他用天落地 把那間廟打掉 讓裡面廟的神明 沒辦法對外求救 來著不善的紅蛇精 還真有兩把刷子 竟慫恿村民放火燒神像 他到底有何目的 所謂人真一口氣 佛真一炷香 香火就是神靈啊 廟宇最重要的靈力來源 那這些孤魂野鬼也好 或是這些山精 這些妖怪 他們透過了修煉 得到了日月精華 變成了精怪 那他也希望受到人家的諷刺 得到香火 來提升他的靈力 有一些妖邪啊 他可能會採取更強烈的手段 就是直接佔廟為王 把原本的神呢 可能是把他攻擊啊 或是把他給趕出去之後 自己佔據了那間廟宇的香火 心懷不軌的紅蛇精 本以為能瞞過村民的耳目 殊不知他早被其他神明 給叮上了 天上射母媽祖 是臨近村莊 泰安宫的主神 据说他联手同村的岳府三元帅 有意劝详红舌经 恢复当地的宁静 我念你修连千年 就向卯教官 再修连一尖 你也可以整路真心 来辅助行义借责 看你今天是要 三星酒礼给你赏 还是要严认财报 给你 这件事看在我的民主上 就放水楼 不过红舌经岂是省有的灯 面对红舌经的狂妄 据说马祖依然优雅 但脾气火爆的岳府三元帅 可就按捺不住了 在这个时候三万岁 去教官 你对我们这些公园才没努力 你对我们这些公园才没努力 不然你现在是想办法 那红舌经来说我没想办法 不然百姓客帝那些英公 都是我帮帮助行书 不然来修书啊 不然来修禅啊 仗着道行高深 红舌经竟然当面呛神明 好大的胆子 一般在灵界 其实比的不是谁正谁邪 而是谁的灵力 能力 武力比较强 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警察 但是不代表你的火力 就一定比黑道还要强 所以尤其是这种精怪型的 他不太跟你讲所谓的人伦 讲道理 他就觉得我的修炼 我的武功高 我的修行道行高 我就可以跟你输赢 一开始神明通常都是会先礼后兵 用比较慈悲的方式跟你谈条件说 你是不是要人家祭祀你 给你金银财宝 还是给你准备三声九里 用一个比较怀柔的方式来谈条件 可是这个妖精啊 他不给面子 所以最后也是必须要用武力 来一绝高相 三岸岁 叫人拌一条伊托来拖 想双手一段跟他说情变 要做理器 在那时候的人在描述的是说 有一阵咬雷尔风 一个龙卷风 咬雷尔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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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跟他講 你不是要去老人 你的兄弟咧 你不是要去老人 你怎麼想手抗抗倒回來 分譯為即將出現 神妖大戰的名場面 難道紅蛇精 只是嘴巴說說嗎 怎麼回事 沒有啦 我百姓客庭這些幽影公 都跟我說 驚人不是在三萬歲上頭 他們沒有在家 起一間小廟 在處鄉受香火 有一個受香 受戀之所 所以他們都不敢來給你賺 據說紅蛇精的陰間友人們 都曾受過岳府三元帥的恩情 怎麼敢跟恩公動刀動槍 三萬歲一聽到嘻嘻嘻嘻嘻 就要叫鄭民 這些人丁 準備柚檔 柚檔講的就對百姓客的名字了 岳府三元帥的雞童 準備油鍋跟法器 莫非紅蛇精即將大難零頭了嗎 下油鍋這麼一炸 據說紅蛇精瞬間揮飛沿滅 地方上也恢復了寧靜 之後他們村民 如果年年祭典 千秋的時候 都會來到 會跟太陽宮來拔車的天上信廟 跟鎮長廟 就要浮減 或是要接下媽祖萬歲 對他們鎮長 對他們這個身命的恩情 時至今日 八祖跟岳府三元帥牛高 聯手降伏紅蛇精的傳說 仍在台南后壁一带流传着 据说每一次绕境 他们也都会特地前往那一个 曾被红蛇精轻咬的村子查看 确保村民的平安 也让这一个山野奇谈 多了几分人性光返的色彩 如果说到全台湾最有名的诡异隧道 那应该就是辛亥隧道了 据说在这里传出许许多多 科学难以解释的事情 而辛亥隧道又被说是猛鬼隧道 因为以前上方是乱葬岗 而这个地点又靠近殡仪馆 而据说曾经有人 晚上独自骑车经过的时候 在耳边传来一些很奇怪的声音 另外有人说 它是在里面遇上了所谓的鬼打墙 迷迷看得到出口就在前方 但是怪的是怎么样骑 却都骑不出去 但诡异的还没完 还曾经有驾驶 它是开着车听着广播 但是就在进到隧道不久之后 广播的音乐声突然充满杂叙 接着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声音 接着说没有前后文的字句 更诡异的是还隐隐约约伴随着 像是诵经的声音 抱上这样的状况 又该如何用科学解释呢 而在辛亥隧道 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诡异故事 据说曾经有一位小黄问讲 他在辛亥隧道附近载到了一位女乘客 结果隔天竟然发现 收到的钱竟然是名指 在辛亥隧道到底还有多少 难以解释的诡异传说 它的超自然现象很有可能是 隧道本来就是中年不见天日嘛 那其实以玄学的角度来讲 它就是容易聚音 全台湾最诡异的隧道 辛亥隧道 传出许多超自然事件 诡强的气氛 无法解释的现象 接二连三的发生 它是非常的阴森 又潮湿又黑暗 这里面还会射神 然后它的灯又是黄灯 然后那个灯又是啾啾才一闪 昏暗的灯光令人毛骨悚然 让隧道更加阴森 辛亥隧道还曾经一侧贴着符咒 一侧贴着佛号 难道是想顺住什么 不只如此 以前还有妇人特地来这边烧纸钱 过这个隧道啦 隧道那个里面的兄弟啊 拜拜啊 中年不见天日的隧道 是否真的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好兄弟 那以前在新来隧道 从小就经常会看到有很多人在演那个傀儡戏 傀儡戏就是人家讲说那个跳钟馗啊 那个是演给往生的人看的 就是演给人工给孤魂野鬼看的 孤魂野鬼 抓交替 这些充满灵异的关键字 不断从辛亥隧道传出 甚至还有人开车进入辛亥隧道 碰上这个科学无法解释的情况 开车回家途中 行进辛亥隧道 下着雨的天气 雨刷左右刷洞 不过当进到辛亥隧道之后 耳边传来的广播声有些诡异 如果你可以听懂 你还唱什么的话 那我是很想 突然出现诡异的男生声音 但更毛骨悚然的 还在后面 这个吸过来语言 吸过来语文 这个演出说的语文哦 用耶稣所有的语文来唱 仔细听 除了这些让人摸不着头绪的内容 还伴随着诵经声音 直到离开辛亥隧道 广播才变回原本频道的音乐 上面是坟墓 那坟墓的底下 往往就是通往阴间的道路 那你这里又开了一个隧道之后 往往这个阴间的道路 会跟这个隧道 可能会有所谓的交叉 据说辛亥隧道上方 以前满满的坟墓 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才导致怪事连连吗 那我在正常阳间的这个辛亥隧道的时候 跟这个阴间隧道交叉的时候 往往就会吸收到这个阴间的这一个频率 阴间的磁场 就会变成我这里 这个我们收音机是收这个频道频率的 结果呢 这里就收到这个阴间的频道 广播突然变诵今生 实在让人听得毛骨悚然 仔细看看辛亥隧道的地理位置 离第二殡仪馆很近 凿山时隧道上方刚好就是乱藏缸 一定会开发到五组的股份 但是五组的股份 你没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 你给我处理掉了 把房子弄掉了 我没有地方住啊 所以我只能怎么办 就只能找人来这个所谓的抓交替啊 辛亥隧道的阴森孔不敢 不只在台湾流传 就连曾经住过凶宅九年的日本艺人 松原田螺 也曾经来这边探险直播 他一定要来 因为其实他在台湾的一些 比较有名的超自然现象的话 辛亥隧道绝对榜上涌 起初走着走着看起来一切正常 但是镜头下看不见的呢 他在隧道里面 他的感觉有一股胸 胸口这边有一种压迫感 然后就感觉呼吸有点困难 然后那时候就会压说 会不会是因为汽车太多 摩托车太多 废气太多 他说不是 他那个压迫感就好像有压在他胸口 这个样子 除了这种诡异的感觉 耳边还出现奇怪的声音 那会是幻觉吗 他就问他观众没有听到 他观众说没有 他说他在现场也听到 有人在他耳边一直讲话的声音 那是日本人他听不懂中文 但是就在他耳边 就是蓝蓝那个稀疏的声音 他说像是一个女生的声音 据说当时离开隧道之后 他的身体不太舒服 悬的是隔天去拜拜 身体好转 没有任何遗状 不过说到辛亥隧道 还有个最广为流传的诡异故事 他在辛亥隧道口那边站了一个女生 当他站那女生觉得很鬼 因为他二兵载道 那个女生就跟他讲 他要去山上的某一个地方 然后司机也不宜有他 因为他就是要在旅客到他要去的地方 虽然直觉有点怪 但毕竟是客人 还是载着女乘客前往他要去的目的地 一路上司机跟他聊天 女乘客也只是冷冷的回应 进到那个山路都越来越黑 越来越黑 他就感觉这地方哪里有房子啊 然后他突然看到前面有灯 接着那个女孩子跟他讲说 司机先生我要在前面下车 计程车司机一路开 原来这位女生是住在高级别墅区 付了钱之后 女乘客下车 司机也回家 结束这一天的工作 不过睡了一觉醒来 碰上了这辈子从没遇过的事情 有天早上 他在点那一碟抽票的时候 他变了名字 司机看到之后就说 怎么会是名字呢 他当下拿的 明明就是现亲不是吗 然后他还记得说 这一碟钱就是那个女孩子给他的 因为他已经要下班 他是他最后客人 钱怎么可能变成名字 后来计程车司机开着车 照着前一天晚上的路线走 但是越开越毛 因为眼前的景象 完全不同 没有看到高级别墅 沿途只有荒烟曼草 甚至还有一座刚盖好的坟墓 仔细一看往生者的照片 竟然就是昨晚在的女乘客 如果我们说招魂 或者是在送魂的时候 没有照这个步骤来 就有可能他就没有被送到来 所以只是他的遗体上去 他的魂没有上去啊 所以这一个计程车司机 才会遇到这一个要搭车的 这一个小姐的魂 关于辛亥隧道的诡异传说 就连讲求科学的警方 也曾经听过 他说他开车经过辛亥隧道的时候 看到一百多个蹲在那边 一百多个看不到的那种东西 蹲在那个隧道口 两旁的隧道口 就是要等着抓交替 排队 排队去抓 所以你每次开到那边 你会一定有一个感觉 你骑摩托车 我百分之百有个感觉 你一进去就很冷 不是隧道的那种冷 那种冷很像天使间的冷 文字无法诉说的感觉 让辛亥隧道更加诡异 但是除了这种说不上来的冷 另外也有人在辛亥隧道里 碰上传说的回答墙 那这个朋友也是某个艺人 那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他有说因为他家里住在辛亥 然后他有说回来是走辛亥隧道 那只是一如往常的一天 骑着机车进入辛亥隧道 但是这一回怪事发生 他有一天突然外景回来很累 然后呢他就骑摩托车嘛 摩托车骑着骑着 就想说奇怪 辛亥隧道平常只要五分钟左右 就可以骑出去 为什么先骑了十分钟 还骑不太出去 真是悬了 为什么那一天的隧道 好像特别的长 怎么骑都依旧在 灯光昏暗的隧道里面 他就觉得有点害怕 因为他本身又是一个 无神论者你知道吗 想说会不会自己太累了 一个错觉 那会是错觉吗 但不管如何 还是得继续催油门 继续往前骑 继续骑继续骑 因为骑也不对 说奇怪自己周边那一台车也没有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然后他就开始有点不安 原本是无神论者 但是碰上这种科学也无法解释的诡异情况 他开始念起佛号 终于顺利离开隧道 但是低头看了看时间 更毛了 对耶 他骑进来的时候是大概十一点 他骑出来的时候是清晨一点 他等于在隧道里面待了两个小时 到底其他哪里 他都完全不知道 关于辛亥隧道的诡异传说不断流传 除了以前上方是乱葬缸 又靠近冰尼馆 充满诡异传闻之外 也频繁发生车祸 让这里更加阴森 然后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阴的地方 那加上这个我们这个辛亥隧道的口这边 就是所谓的势力第二冰尼馆 这个就是阴煞 然后进去之后 那上面就是所谓的坟墓 那这个坟墓往往会有这个阴的通道 然后去跟这个辛亥隧道相接嘛 结果一要出隧道的时候 另外那边居然要马上一个大转弯 这个就是所谓的反攻杀 这个反攻杀往往就是这样 反攻好像被一个反向的弓箭射到了 就容易出事情 正在科学角度是车子骑太快 因此容易发生车祸 不过从玄学的角度来看 难道真的是所谓的抓交替吗 也让辛亥隧道增加一股阴森感 再来我们要带您到高雄大树 来看看这一位美女鸡童 她的装束很特别 她总是一身古装 而且还裹着小脚 听到这里你一定很好奇的 为什么用这样的装扮来跟大家交流呢 原来她说她有答应妈祖 他们有约定要用最温柔的方式 帮妈祖代言 这边也有一点 双俩 我第一次称呼 现在也讨论到帮妈祖代言 本来都不及待 这边也讨论到帮妈祖代言 真的就要看多大树 也讨论到帮妈祖代言 这边有东西 还是一家乡 可能是一家买 而且也讨论到帮妈祖代言 怎么论 这个还是一家买 总是一家买 我第一次买 这边有东西 而且然后有什么事他都很热心 帮我们就是处理一些 我们这时候信徒那些的 那我记得是真的 二妈妈给我们一种力量 这位将军告诉你的兵士 赶紧悬崖勒马 不可涂炭生离 信徒口中的二妈妈 就是天上圣母妈祖 她降价在美女鸡瞳 李佩蓉的身上 一身古人装扮还裹着小脚 备受信徒敬重的二妈妈 不但帮信徒受害 还能解决任何的疑难杂症 来 来 来 我给你 老婆 你的保身符还要刮吗 要刮这盘国有的 有一个保身符要刮刮刮刮刮 这盘国有除了你先 我们前面是一粒酒头 你会穿一粒酒头蜜的 百如虎 我这粒酒头蜜 不仅穿着打扮 读书一格 当圣母降价时 女鸡筒的口音也变得很特别 得透过一旁的师姐翻译 但无论如何 她总是能忠实传达神明的旨意 这次我前来拜见妈祖是 你的请求我已经知道了 救苦救难是我的职责使命 你回去告诉乡亲们 我稍作安排 四日之后变道高丽 为乡亲们医治怪病 因为之前其实一般在问世都是 都是那个恶妈妈 对啊 所以像那一次是比较危急的话 就是大妈祖在帮我们下来 帮我们特别帮我们 就是保佑妈妈能够顺利的在 家后病房能够顺利出来 因为那时候在长庚已经是 医生宣布败血症了 妈祖慈悲记事的神迹流传在台湾各个角落 高雄大树区也不例外 位于小巷弄监了慈后宫 供奉的妈祖又被称为寒阿嬷 慈后宫虽然是一家面积不大的小庙 但每到一周一次的问世时间 当晚的庙门前总是大排长龙 各路前来的善男信女都在等着妈祖赐福 大家不用着急 我给大伙开个方子 你们很快就会没事了 把药给病人贴上 先把这些都给大家分发下去 这个能治病吗 来 给你 消灭 干什么人在我旁边睡着都没怎么 或是有些人在摸牙 他回家又问世博 娜说叫她 fatigue而已 就像尋常的檔基一樣 每當行阿嬤出巡繞進時 比佩蓉也會超無保 但動作顯得格外輕柔 一點都不血腥 裹著小腳的臉部輕移 散發女雞童特有的魅力 她說這是她跟媽祖之間的約定 也要用溫柔的方式幫她代言 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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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一輪 夏七年 夏七年 我們曾經在出巡的時候 突然下大雨 那我們的交班人員 就一樣是抗著教 我們全身都領事了 媽祖就突然降價 然後就陪著這些志工跟教班 然後行駛在路上 就是行走在路上 跟著她的神教一直走 媽祖回來的當下 是所有的教班都非常感動 這一位媽祖最美麗的代言人 我們看她總是穿著一身古裝 而且裹著小腳 原來這是她跟媽祖之間 有這麼特別的約定 那麼她跟媽祖之間 又是什麼樣的姻緣呢 這一切都要從她孩子出生的那一年 開始說起 她的孩子一出生就得了喊病 從此居然在醫院躺了三年的時間 後來還是感謝媽祖廟手 才救回這個孩子 我們來看到這一段特別的故事 不像其他廟宇動輒兩三百年歷史 李佩蓉主持的慈後宮 怎麼香火如此鼎盛 他都在陳叩前 他看病人 假如航廟 我爸爸在那 她的第一名第一名 祝祝順利 祝願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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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為華的行阿嬤 是李佩榮的母親 從北港朝天宮請回家供奉的家神 常年守護著李家仁 直到李佩榮24歲那一年 遇上人生最難解的關卡 那時候很難過 因為不曉得 心靈上不知道要求助 求助無門 原來他剛出生的孩子 罹患了罕見疾病 醫生判定他極有可能夭折 他的染色體是異常的 那等於是他左邊完全沒有發育 包括沒有眼皮 那半邊小臉症 包括耳朵 耳朵也移位移到這邊 心臟左邊也都沒有發育完全 所以我整整三年幾乎都在醫院 帶著孩子 大大小小的手術 當時李佩榮心急如焚 再怎麼心疼兒子也愛莫難住 在我兒子經歷十幾次的大大小小的手術的時候 有一次在家務病房外面 我其實是自己心裡是暗中許一個願 希望老金也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去幫忙別人 暗自許下的願 本以為被神明給忽略 直到他的出現 慈府千歲 就直接當我的面跟我說 媽祖母有聽到你的心願 你可能要去服務大家 你願不願意 對 我馬上就說好 被媽祖指定當代言人 李佩榮的體質也開始轉變 漸漸能通達聖母的旨意 於是便遵照神明的指示 在家裡頭開談辦事 那時候在三樓 我要顧我兒子 所以我也不會跟人家講說 我有開宮 可是不知道信眾哪裡來的 那個最高紀錄排到樓下 樓上整個樓梯間都是人 說也奇怪 李佩榮當起航阿嬤代言人後 被醫生斷定長不大的兒子 病情逐漸好轉 還奇蹟似的出院 我妹妹她就發生 她覺得說媽祖 有辦法救她的兒子 一定有辦法救越多人 綠茶 四杯無糖綠茶 一杯半糖的 好 那就是去拚 所以五杯還是四杯 五杯 五杯 好 母子倆埋頭調製飲品 忙得不可開交 這一個小小的飲料攤 就是李佩榮賴以為生的經濟來源 失婚了她 當年就靠著賣著一杯又一杯的飲料 得以籌出兒子龐大的醫藥費 心疼女兒的遭遇 李佩榮年曼的老母親 受訪時一度哽咽 畢竟單親媽媽要一肩扛起家計 著食不容易 羅椅上的阿公就是李佩榮的父親 中風之後不良於行 李佩榮除了要拉把兒子長大 還要撥控照顧爸爸 經濟壓力經常壓得她喘不過氣來 但是她堅持不向信徒收半毛錢 我們不求什麼 我們也不貪圖什麼 我們只是想把一個好的信仰給推廣出去 我們媽祖給我鼓勵 我也希望可以鼓勵很多人跟我一樣 遇到人生挫折的時候 都可以勇敢的站起來 細心挑選玉荷包荔枝 幫忙撿枝 裝箱 在玉荷包盛產季節 這也是李佩榮的工作之一 她熱心協助當地農民賣荔枝 就算再忙都樂此不疲 白天的她是一位平凡的母親 夜裡的她又化身為媽祖的家庭 問她累嗎 李佩榮說 只要家人和鄉里平安 她甘之如意 那臉先換一句 台灣大事 不能幫忙回去 我是張雨昕 我們下週再會